我们的子孙下一代来问人 阿嬷 阿公 古早安坐路不倒会急 后悔来不及 我今天站在这边 我很自豪的告诉你 我的父亲今年80岁 他是马华的元老 马华的元老交一个火箭投出来 是我们家庭教育最成功的地方 我爸爸是马华的元老 我们的亲爱的蔡希利先生 还曾经给我爸爸100块红包 因为他是超过30年党龄的 马华永久党员 我爸爸拿到那100块非常开心 他就马上kiss那个 然后他kiss了那个100块 他就拿来捐点民主行动党座大选基金 我爸爸说为什么 他说他18岁进马华到今年80岁 被马华从小骗到老 被骗这么多戒 他说人之将死奇言也善 他决定放下屠刀利益成佛 所以我如果我爸爸都可以起暗投明 告别黑暗影像光明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还等什么对不对 没关系的 你还可以在马华里面 去拿他的这一个党员 什么保险啊 这一个一大堆东西 但是我们华人是很精明的 身在朝银心在汗 你有听过吗 虽然是马华党员票一定投火箭 因为为什么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大义灭亲 我有一些海军的朋友 他们每天啊 每一个月等28号 为什么28号 28号不是逮姨妈来 你知道吗 28号是出薪水的质子 可是他出薪水的质子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做 他一个人手上有500张ATM杠 500张阿兵哥的杠 为什么 他排在那个老虎银行门口 所有的薪水拿到完 阿兵哥到真正拿回家 剩下300块 为什么 钱不够用 天天跟阿龙街 不只是海军街 现在在一个很多这个DPKL 巫统的部长 金融波市政厅的这一个 都承认 有70%金融波市政厅的员工要接阿龙 你看公务员今天到了这个地步 现在医院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你不相信 你去看政府医院 现在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我爸爸从前去拿药 一直拿一个月 现在医生说没有 一次只能拿一个礼拜 连医院的买都没有钱了 不要讲说我们其他的 马大的我的母校 马大的付款 每一年砍30% 砍到今天教授全部不懂要做什么 各位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不要以为还有好日子过户 我们阿基哥什么都不厉害 千钱一流的 他没有做过工的 我不知道他什么大学毕业的 21岁回来做家做户大臣 然后做副部长 做部长 做副首相 做首相 他都没有做过工 他那里只能找钱辛苦 你说他是百大宅 你说他是二世主 你说他是公子哥儿也好 他总是管你这么多 反正借都不用还 是你们还 所以你看老马为什么顶不住 老马走的时候 我们骂他 那时候国家欠2000亿 然后交了给Abdullabadawi 这个Abdullabadawi 除了睡觉什么都不会 他就是Abdullabadawi 这个Abdullabadawi搞什么鬼 他做了五年 我们的国债从2000亿 飞到变3000亿 短短几年借了1000亿 现在他走了回家种番租 阿基哥2009年4月3号上台 到今天才多少年 我们的国债 已经高达6874亿 然后他在外面用政府的名义 还担保2200多亿 两笔增加起来 国家的总债务高达9100亿